虚文头条带来看到是今年的大树凤利观光季活动呢 选中了端午连续假期在孤山仓库举办 现场涌进了相当多的人潮 不少民众是歇家代卷到这儿来选购新鲜的农特产品 而主办单位也有信心要将这个充满地方特色的活动 办得一年比一年更加精彩 最夯的大树金赞凤利在拍卖会场上相当受到民众欢迎 不过凤利观光季的精彩活动可还不止这一项 像是找来艺人凌凉欢带动现场气氛 或是设计各种互动游戏 都是希望能让活动办得一年比一年更有特色 5月31号我们活动正式开始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开幕秀 我们这里邀请了这个不济知名的这个表演团体 优人神鼓来做这个开场秀 那我们希望丰利观光季每年的质感 要一年比一年的一个提升 超过100摊的大树农特产品展售 还有50摊的熟食区 端午连续假期的第三天 也是活动的最后一天 不少民众扶老稀幼 到这儿来挑选最新鲜最便宜的农特产品 有人是一摊接一摊试吃到合不拢嘴 也有人是大包小包的就怕买不够 因为今天很多在地的农夫都会过来这边 我们很喜欢看现场的东西 新鲜的我们就会买 我买了荔枝新黄 对对对 为什么想要来这里买 有活动吧参加一下很好吧 今年的玉盒包品质又大又好吃又品 所以大家要多多支持一下大树的玉盒包 不管是今年盛产的玉盒包 还是甜到不行的金钻凤梨 也或者是白皙透亮 一袋只卖50元的苦瓜 这些幼稚的农产品 不只吸引住民众的目光 也间接行销了大树的观光美名 港独区吴饼园夏秋卒采访报导